一直以来 美西方给乌克兰描摹出一张巨大的政治与战略画饼 一方面慰藉乌克兰的渴望 激励乌克兰的勇气 支撑乌克兰去冲锋陷阵 对俄罗斯进行战略上的消耗 另一方面 自己却不想赤膊上阵 亲自操刀去与俄罗斯硬碰硬 平时吼吼声声承诺支持乌克兰 到了关键时刻却躲躲闪闪 西方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乌克兰的利益 而是借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博弈 其虚伪面孔早已暴露无遗 乌克兰是美西方为外交优先方向 持续推进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 但在2013年11月底 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宣布暂停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 引发抗议示威活动 美西方势力趁机煽动颜色革命 助力亲西方政府掌权 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 甚至亲自现身抗议集会现场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甚至在后来公开承认了美国的参与 但美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好处 反而让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2014年3月 克里米亚地区经由公民投票决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 同年5月 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两州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持续发生冲突 2018年11月 俄乌海军在克赤海峡发生摩擦 俄罗斯称 三艘乌克兰海军舰闯入了俄领海水域 随即将其扣押 双方紧张关系骤然升温 俄罗斯指责背后是美西方在教唆纵容 十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希望北约派遣军舰支持乌克兰 但遭到拒绝 一直到现在 美西方仍然用加入北约这个大饼 吊着乌克兰的胃口 利用乌克兰为自己冲锋陷阵 但每到关键时刻 美西方又躲躲闪闪 不愿做出实际行动 虚伪面孔暴露无遗 而实际行动移农 其是其次在行判 必须在重选一条